我今天就不信凉武尼斯真的会给我一个保底 把烟火区耗灰了我四十几个疯法荣柱石 到最后还是没拿到我想要的机板召唤 众说的就是家人们哈 玩了这么久的死定法师 我的机板还是不够齐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整整这三个武器 把它整成我想要的装备机板 第一个武器就是我们最新的红武 手术大石戒指 接下来就是一个帽子和一双鞋子 当然想要把这三个武器整成自己想要的装备机板 没有足够的疯法荣柱石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这边咱们准备了76个风化荣柱石 最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整洗我们的装备机板 哎呀前几个还是没有好东西啊 都没有我们想要的机板召唤 没关系我是开头难嘛 来来来咱们继续洗就行了 我就不信在后面花了这么多风化荣柱石 同时我是不能错喜欢装备机板 有点意思已经花了将近20个风化荣柱石 这装备机板还是没有来 直到我以为牛要给我保底的时候 终于来了 我心心念念的机板召唤 乖乖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最后经过计算 这边也是足足发挥了我 18克的风化荣柱石啊 这感觉有点伤啊 你要不给我发挥10克哪一个吧 希望下一把武器能够早点出我要的装备机板 好了接下来开始刷新我们帽子的第二个装备机板了哈 第一个是狮子星 接下来咱们也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刷 结果不正想刚开始只刷了三个就刷到了一个统帅力两个统帅力 但是我要的是机板召唤了 那没关系先留着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刷鞋子的装备机板了 看看这束鞋子 何时能刷出我想用的机板召唤呢 来来来直接走起哈这边 咱们直接加速看看这个速度起来之后 能不能出的更快了 结果不正想又出了两个统帅之力 我的哥哥这真的是给我难堪啊 不管了不管了 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机板召唤 继续接着刷接着刷 结果不正想这么快就出了 哎呀我感觉这个鞋子出的是最快的 替我节约了好多颗风化熔柱石啊 但是也是让我最头疼的 为什么要的痛 最后我们再来揭晓吧 最后就是拥有两个统帅之力的这个帽子了 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刷成我们想的机板召唤 来来来直接开始 这边咱们直接疯狂的走下 用风化熔柱石砸 我相信砸得更快 这更有几率出我们想的机板召唤啊 来来来咱们直接疯狂砸 结果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砸了这么多风化熔柱石 到目前而言还没有出我们的机板召唤啊 这两屋是要我吃毛底吗 没关系来来来继续砸 我就不信 完了完了还剩两个了 完了还剩一颗风化熔柱石 还有三个装备机板没有出 这两屋难道是不给我吃毛底吗 我一看才发现凉屋 果然不给我吃毛底 我即使没有个风化熔柱石 就出了两件装备 最后一个帽子足足浪费了 我一大半的风化熔柱石 自己太狠了吧凉屋 最后也是不管了 找宝箱获得风化熔柱石 然后获得我们对装备机板 哎呀这太脏了啊 不过更上的是 我在这里分解装备的时候 不小心把拉窗鞋子给分解了 同时开宝箱 凉屋的特型又找上我了 哎呀完了完了